文树安小路图书来源于网络上周写了在阿娇婚礼上每回第二春的袁咏仪,但其实当晚除了她,还有一个相当惊艳的女明星,就是吴千语。 别的不说,单单这一双又起又折的长腿,就足够抢尽头了吧。 啊,一直听想写吴千语的,虽然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有着林光前女有这个身份,25岁的吴千语,早就是八卦杂志里的熟面孔了。 毕竟是能让林大少公开狂喊欺骗好爱千语嗲嗲的人。 在青黄不见,断带严重的香港娱乐圈,吴千语虽然无法跟关之林李嘉欣那一批老牌美人相提并论,也已经算是笑话里的颜值担当了。 他的起点其实还挺高的,17岁时就被黄百名相中,是按电影搭来打造的。 一出道就和谷天乐,无论一期主演《开心魔法》,还获得了第三十三届真相讲最嘉欣人的提名。 可惜,来势汹汹的亮相之后,演艺事业明显后见不足。 自从与林峰在2012年的男人如衣服里相试之后,演员吴千语的Title,就变成了林峰小女友。 自此,两人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高调恋情。 当时,林峰身为TVB单红的一线小生,人气是很顶级的,所以对自己的恋情,一向采取的是低调处理的路线。 同为TVB花旦的钟嘉欣,还有抱住床罩的盘烧霜,都没拉满天窗,或风正盘女友,钟嘉欣勾。 是在和林峰相恋四年分手后,一度情绪崩溃。 而到了千语BB这里,林峰却好似换了一个人,一上来就主动公开关系,并在各大场合高调喊话,只爱吴千语一人。 恋爱期间,林峰对吴千语的花式宠爱,前女友们加在一起都望尘莫及。 林峰父亲一直有个称号叫厦门李嘉诚,有钱指数就不用说了吧。 林峰对小女友有求必应,钱,奢侈品,泡车,想怎么买就怎么买。 吴千语更是在驾照都还没有的情况下,就要林峰给他买了一辆320万的阿斯顿马丁。 至于行车登记问题,用自己爸爸的名字不就好了? 林峰不仅给小女友租房,甚至还包了吴千语爸妈的房租。 大牌包包更是小意思了,两人去一趟欧洲旅游,光是爱马仕就一口气买了六七个。 林峰好友还说,每次面对百万元的账单,林峰话都没讲过半句,只要千语BB喜欢,就全部买下来好了。 林峰对吴千语的爱,不是简单粗暴的讲经不讲新,生活化的冲你也别笔揭示。 千语BB想吃鱼蛋了,立刻出门买回来,连内一点都要陪着一起逛的。 不管去哪里,林大少都是千语BB的保镖金苦力。 如此痴迷的状态,当然也引起了家人的不满。 林爸爸就公开表示过,这个女孩不简单,说儿子从来没有为女朋友花过这么多钱。 还举例之前和潘双双在一起的时候,每个月只花几万而已,到了吴千语这边,直接送三千万豪财了。 所以,林峰经常带吴千语去和家人见面,希望缓和关系。 都说被偏爱的有恃无恐,这段明显是林峰投入更多的感情,在分手的时候,也只换来吴千语冷大回应,已经两个月没见了。 而林峰那边呢,还依旧坚持两人是恋人关系,很是唏嘘。 分手之后的吴千语,也是一看就是卯足了见,继续奔着豪门去的。 从林峰豪宅搬出的时候,还被各种媒体讽刺重新变成灰姑娘,结果一个转身,就和大名鼎鼎的富三代施伯雄暧昧上了。 别看施伯雄只有28岁,但他爷爷就是狮子青,家里有百亿财产,看起来比林峰有钱多了。 两人被拍到一起开船出海冲浪。 之后,吴千语还在社交媒体上po了和施伯雄一起吃饭的照片。 但比起和林峰在一起的高调是矮,这次的恋情显然有些遮遮掩掩掩。 接受采访时,总会很官方的表示,自己是单身,因为工作没时间恋爱。 结果九月还在说自己单身,是月就被拍到和施伯雄一起去欧洲游玩的照片。 两人在罗马和米兰足足玩了十天。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吴千语在Inf上上传了一张照片,曝露了施伯雄的Inf账号。 很多扩少最忌计的就是,骄傲对象未应许可,让自己曝光在公众面前。 施伯雄的反应就很激烈,直接发了。 调火药味十足的Inf,不要打破我的宁静。 第一回合,吴千语就输震了。 不仅无法得到正派女友的身份,吴千语的日常生活,还直接消费降级了。 以前飞头等仓不坐的千语逼逼,现在出门都直坐经济汤了。 出去吃饭也再不是各种米其林三星了,听下餐厅成了首选。 表媒纷纷猜测,他是为了迎合这个富三代男友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低调情是一段时间后,吴千语终于顺利住进施伯雄的豪宅。 最有意思的是,施伯雄的住处,还正好就在前男友林峰家对面,走路只需要一分钟。 不知道吴千语搬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感叹,老娘又回来了。 所以,正派女友身份算是确定了。 并不是。 之后,吴千语突然在inz上发文暗示回归单身,然后又在微博上点赞了一篇鸡谈文。 我错过了你,你也错过了最好的我。 怎么看怎么像在喊话林峰? 确实,又舍得为你砸钱,又随时贴心照顾高调是爱的男人,还真不是随便一个顶级豪门就能给你的。 但彼时,林峰身边已经有了新的小女朋友张新月。 和吴千语一样,这个张新月也是一副高调宣誓主权的样子。 就算是想复合,怕也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女明星与豪门的爱恨情仇,历来是趋光群众最爱追的剧情,因为他们都不是谱。 通路人假意,工人艳见和遐想的空间太大,让人忍不住头绪好奇的目光。 前两天还有西梦瑶以女主人的身份,现身赌王日子和尤俊生日现场的报道。 再往前,是李嘉欣被曝公公许世勋去世后,每个月只能从许家支付200万的生活费。 大家纷纷议论,这200万的生活费,还不够李嘉欣卖几个报道。 前几年还有因为王科破产,刘涛重回娱乐圈赚金两家的事情。 这样看来,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家两豪门也不是一本万利的捷径,生存无忧的舒适区。 是家江湖的赌王四太,在刚被取金门的时候,就拒绝了每月十万家用的建议, 而是要求在赌王的公司谋求一职,从头开始学习商业知识。 之后更是在怀胎六个月的时候,还坚持寻港,最终掌握了大批家族产业,成了赌王二年最信任的伴侣。 虽然嫁了有钱老公,但在保持自己是个美丽贤惠妻子的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工作,使得自己是客有价值。 和老公形成商业互绑,甚至地道出新的共同利益王国,这才是即使青春不在,还能一直占据思维的最大原因吧。 而普通美少女,如果没有私态这样的头脑和毅力,差不多就是受宠几年迅速失宠的境地,毕竟长得好看的姑娘实在是太多了,本就只剩名利场的富豪嘛,最不缺的,就是年轻漂亮的灰姑娘。 徒有美貌而缺乏智慧的女孩,王。 王把豪门生活想象成玛丽苏爽聚,却不知道,要顾好那种五官斩六将的生活,实行难度基本等同于自主创业。 微笑当然了,很多时候,豪门带来的也不仅仅只是钱,更多的还有身份。 比如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贝克汉姆夫妇,在英国的上流贵族圈里,依旧是处于鄙视率下层的。 豪门贵族们一直有着自己的玩家门槛,尤其讲究父辈身份,没有这种身份的加持,你就是富过李嘉诚又怎样,依旧得不到old money阶级的尊重,很不讲理,也很现实。 家豪门如果是紧紧的满足物欲,豪门也不是傻子,凭什么给你提供长期发票? 如果没有一两项拿得出手的核心技能,没有往胜的进取心,很容易把家豪门演绎成攀高枝。 打铁还是自身硬,这个时代给女性提供的机会并不少,有时候与其追求豪门,可能还。 打铁程吧! 打铁程